現在就和大家說如何安裝和開帳戶 來到我給你的Easeo Link 你會看到有4.4.1的版本 和5.0的版本 我們就用4.4.1的版本 然後我們按64 然後它會有一個叫你填email 你可以不理會它 No thanks, I just want to download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安裝的檔 然後你打開它 然後你就安裝 它可能要等幾十秒 然後它安裝完的時候會有東西彈出來 就是有這個東西 我們按install就可以了 它是一些driver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關掉它 然後我們會來到一個介面 我們也可以轉用語言 你未必是中文的 你可能是英文的 你可以轉用語言 然後這個登入這裡 你可以註冊的 你按註冊就會是學生或者老師 那你是不是十六歲 或者是時的 那你就在這裏開個帳 那另一個開帳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位置 sign in 然後這個sign up 那同樣都可以開帳 或者是示範 我們現在大概 待在這裡 我們去組 outlined 他們在prob 很黃金